穿上防护衣戴起防护面罩 养护中心工作人员开始清洁送餐及照护等工作 由于近期长照中心等养护机构确诊个案数逐渐增加 甚至连工作人员都染疫 金融市长林耀昌表示 全市26家养护机构已经完成424位工作人员快塞 并持续进行疫苗接种与落实分舱分流等预防性防疫措施 我们将26家机构全部424名的工作员工 全部进行预防性的快塞 结果都是阴性 我们也确保这些工作人员 他的健康的状况 不会去传染在养护中心的这些长者 第三是强化机构的分舱分流照顾的原则 而且要设有隔离室 也就是这些照护养护的中心 要分开分舱分流的照顾的一个方式 那人员不要去交叉 然后这个住民也不要去交叉 以避免说万一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染或者是疫情的范围 把它限缩在最小的一个区域里面 那也方便我们去进行围堵 以及这个防治的一个动作 第二是我们把所有的机构 第一线工作人员 我们会在近日全数完成疫苗的一个接种 据统计金融市65岁以上长者 有65,626人 占全市人口比例达17.82% 是全国第五高 75岁以上也有23,487人 由于疫情已经进入社区感染阶段 你有才呼吁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应该调整施打优先顺序 将疫情严重区及致死率比较高的族群 列入优先施打对象 觉得接下来应该要着重 并且思考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些地区 比如说像北北基陶 或者是像最近的苗栗 那策略性的打击重点的乐趣 那也根据很多专家学者的一些建议跟意见 像根据英国的一个经验 这个施打的一个比例 如果能够达到30%或者40%的话 基本上被感染的确诊的病例数 就会下降得非常的明显 那也能够让某一个地区的疫情 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控制 所以第一个策略是 我们要不要把疫苗施打的策略 放在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些地区 来进行重点的一个打击 那第二是致死率比较高的这些群体 比如说像65岁以上的长者 那养护机构 以及像洗肾的患者 那这些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这个族群 那如果能够针对这些群体 来进行重点的一个施打的话 那应该可以减少这个致死率 是300位同仁来进行施打 我们进行两天的一个施打 以每天大概150人 清洁队员与警察人员 纷纷接受疫苗注射 金融市长尼尔昌表示 金融市第一类人员已经施打完毕 先前播出的2100剂疫苗 将用于23类人员施打 尼尔昌也宣布将海关海巡及港警 列入优先施打对象 即便这个2100剂来了 我们还有6068人 6068人 这个是包含在第二类跟第三类的施打人员里面 除了我们本市的相关符合资格的这些人员之外 这个6068还会包括海关 也会包括海巡跟港警人员 另外对于外县市爆发外籍移工群聚感染事件 牛昌表示 基隆外籍移工在制造业的比例不高 大约1314人 其余大部分都是看护 社会数方面已经针对有30人以上的酒家企业重点稽查 并提出以便当取代共餐 住宿分仓分流 及建立就医管道等预防性措施 避免群聚感染的情况在基隆发生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